102年6月17日 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主委时事豪 以及电信事业普及服务基金管理委员会委员一行人 前往马祖南竿 东举以及西举等列岛 视察电信普及服务实施现况 委员们针对马祖岛屿 不同的面向公共领域所设施的公用电话 进行实地测试 其中包括了民生市场 学校 以及旅游服务中心等处 查核从公用电话拨打各家电信业者服务专线的使用情况 第四通 中华电信 一二三 有拨号应在拨 一二三就可以 一二三就可以 有吼 那以上拨册全部成功 谢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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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兵哥 观光客都有 那外国联统 比较没有啦 在地大家都有手机嘛 这边对 因为中华电信收讯比较好 所以大家都用中华电信的手机 对 这边在住在这边的人都会很聪明 就是用中华电信 委员们来到位在西举的靖恒国中小学 听取中华电信公司进行宽屏上网的简报 以了解离岛学校宽屏上网现况 中华电信公司指出 为协助离岛地区学校达到良好的教学品质 目前已经完成提供双向100Mbps 宽屏上网供各级学校使用 让离岛学校和世界零距离 在人家觉得说是很偏远 可是呢 因为有网路 有这样数位的学习的这种的机制了以后 像我们的学生你看现在晚上 大概每一天晚上都会有一个固定的时间 在收听那个大家说英语 像这样子类似都是透过这种网路的学习 我们真的很谢谢 有这样子的这么好的设备改善我们的教学 然后也弥补了那个城乡查局 102年6月18日 中华电信公司邀请各家电信业者 以及普及服务视察委员 前往中华电信马祖服务中心 进行试化服务品质的波接测试 及设备查核作业 由中华电信马祖服务中心经理刘秋华 向委员们报告近年来 中华电信在马祖地区 服务离岛乡亲电信普及的进展 有台湾到澎湖 澎湖到金门 另外还有一条台湾直接到金门 也是两个路由 但是我们这一次会把它串在一起 所以是台 澎 金 马 第三海澜 我们通称委第三海澜 那这样一建制的话 台马有第三海澜 台澎 金也有第三海澜 电路的可靠度 安全度就会更高 平宽也更大 所以后续如果说 离岛地区需要有更高的平宽的部分 那我们就可以提供 马祖中心同仁进行 波测跨网各业者客服电话 过程中委员随意抽选拨打门号 在测试拨出四家民营电信业者的服务专线 一共是拨40通电话 以及拨测跨网国际拨号 选接美国加州气象台的电话测试 拨接成功率100% 现在是10点14分55秒 请播中华第十通 中华第十通 播册成功 以上中华全部十通 全部播册成功 以上 跨网国际拨号选接美国加州气象台 全部播册成功 谢谢各位委员 长官以及贵宾 谢谢大家 对于拨通电话的时间数率都比以往还要快速 获得委员高度认同 中华电信公司将更有信心投入更多资源 深耕马祖 101年度这个普吉夫 我们今天做了一个测试查核 那今天很重要的一个项目就是跨网的一个拨接 包括这个三家孤王业者 那我们都平等对待 也就是说马祖的居民呢 他可以选择任何一家孤王业者 他都可以很顺利的拨通 而且大家都一样的这个顺畅 表示中华电信呢 非常努力来提供这个普及服务 而且是对各业者都是公平对待 马祖是我国最重要的军事战地 半世纪以来被军方缜密的保护 并没有受到大型战争毁伤 当地建筑意外的被完整保留了下来 现在随着马祖逐步开放观光 这些闽南建筑和聚落成为一件件独特的艺术品 连江县政府因此计划邀请台湾的艺术家祝导 参与马祖建筑物的重建与再生 让闽南建筑成为重要的观光资产 美丽的观光据点聚集了众多的观光客 人手一只手机拍了照片 就想回传给台湾的亲友或上网公开分享 这使得马祖离岛偏远地区的电信需求与建设 受到高度重视 而岛屿地形的影响 也让提供电信普及更具有高度的挑战性 中华电信位在南干岛上的电信机房 这里是接收海岚讯号 架设微波设备 接受卫星讯息的重要据点 中华电信机房24小时有同仁助手 目的就是为了提供更完备严谨的电信服务水准 随着马祖列岛开放观光 除了岛内居民的视讯和宽屏需求外 及时行动资讯传输也相形重要 不久的未来 中华电信将力挺连江县政府 打造一个可以及时收讯 可以发送讯号的一化岛屿 把马祖之美及时传送到全世界